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光复乡太巴朗祭祀广场部落驿展建构工程 去年8月正式动工僻建的文物馆 是否能够赶在今年的封年季之前完工 不仅部落族人关心 县长徐真伟也高度的关注 31号特别来到现场了解进度 同时对祭祀广场周边的环境 也要求县府园民处要加强的整顿 提供部落一个安全舒适的祭典场所 建筑中央中空采光的设计 办公室公厕等设施分站两旁 这是未来太巴朗驿站文物馆的建筑空间成设 不仅部落祭祀青年阶层干部 县长许正伟也高度关注频频发问 对对对 办公室有办公的设备吧 有吗包含吗 没有 就是我们要在下一期花 我们继续整个把它包含在里面 好 提取书面简报还不够 县长许正伟等一行人也跟着建造商 前往工地内视察 就是窗户有 但是上面都是明季式的公园 对对 新南部原民处长陈建春指出 光复乡特巴朗即是广场部落 驿站建构工程 109年8月发包动工 预计今年8月份完工 不过完工日距离部落封年计不到两个星期 部落族人及县长许正伟也特别要求建造商能够赶工 另外县长也足以视察祭祀广场周边的环境 发现土地凹凸不平 容易积水泥泞 还有一些毛势数等等 景观缺乏整体性 要求原民处能加强周边 以及进出到环境的安全 我们就把它往停车场的方向来做 很干净地把它做 垂球场 可能还要去前途还要划你过去 但是我们就先把它整理好 泰巴朗驿站文物馆建构工程 在华东基金2600万元的经费支持下 建造商尽量赶工 赶在部落封年季前完成 而再者内部软体设施的建制 处长陈建春表示 新政府也另外争取到了1000万元 华东基金计划经费 来作为建构内部软体设施之用 记者时玉兰光复采访报道